這邊基本上這一題不算太困 因為我印象中這一題 從PowerPoint的2003、2007、2010都有 而且題目幾乎都一模一樣 首先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這題要我們做哪些動作 題目部分的話請各位參考一下 這上面的402 這題算是比較簡單的 第一個的話他要我們做 以 這個當成背景音樂 設定這三項 跨頭影片 隱藏 跟循環播放 OK那三個動作 第一個的話先插入什麼?插入一個音訊 音訊部分的話在我們的根木屋底下就在C點底下 的ns.csf裡面 裡面會有個這個檔案插入就可以 他會出現有一個 這個喇叭的一個形狀 並且會幫我們在音訊工具跳到這個頁面 那請各位切到播放裡面 第一個開始什麼時候開始呢? 跨 投影片播放 只要點下去之後的話 就可以不斷播放 不過這個效果在2003 以前的版本是沒有的 所以以前 蠻麻煩 現在比較簡單 放映時隱藏 另外呢 循環播放直到停止 三個動作做完 再來的話 第二個是我們要做什麼呢? 在第二張投影片 按下放大的時候呢 可以讓什麼舞者 飛入進來 特別注意 是按下那個按鈕的時候 舞者飛進來 所以先要把什麼呢? 舞者的動畫先做出來 再到按鈕上面 再到舞者上面去觸發程序 觸發程序指向哪裡?指向那個按鈕 跟前一題很類似 所以我們要怎麼做呢?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切到這一頁 先在這個舞者上面做動畫 做完動畫呢 他的觸發程序就是 這個 那可是這個是什麼東西呢? 如果你不知道你可以用什麼 選曲窗格裡面 他是圖片二 他是圖片三 所以從這個地方可以看到 大概知道他們 他們的關係 之後 先做 這一個的動畫 那動畫是什麼時候 什麼什麼 怎麼產生 第一個動畫 再來的話呢 他要是做飛錄的效果 那先確認一下裡面 完全沒有動畫 所以我們第一次 使用的話可以從 這邊先加一個什麼 飛錄的動畫 所以飛錄這邊就有 飛錄 OK 那從哪邊飛錄呢 題目要求是 自 右 所以這邊的話呢 選擇那個 從右邊過來 從右邊過來之後的話呢 什麼時候開始按一下 那多久的時間呢 特別注意呢 三秒鐘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們直接按三秒 OK 好三秒鐘 那再來他裡面有一個什麼呢 平滑結束 那平滑結束要到進階選項 進階選項一定要到 動畫窗格裡面 這個箭頭裡面才能夠設定的到 所以效果選項 平滑 這邊有個叫什麼 平滑結束 要三秒鐘 所以在平滑結束上面 三秒鐘 按確定就可以了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在結束的地方 他會比較平滑一些些 那不過這個這個動畫做完之後的話呢 由誰來觸發 由他來觸發 所以按下他的時候他會出來 那怎麼做 首先呢 記得 有沒有那個邏輯啊 跟簡易體一樣 一 先選舞者 二選觸發程序 三由誰觸發 由他觸發 所以這個關係 如果你弄清楚的話也不用背 OK 而且很好用 以後的話你再發揮 當什麼鐘按一下 那這動畫才出來 OK 圖片二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呢 我們如果讓他 確定OK的話 你可以當按下他的時候 舞者要從右邊飛進來 飛進來 那表示正確 OK 如果你這個效果 點下去 奇怪 烏著眉飛進來的話 那表示你應該沒有做正確 那也不用死背 說真的 這個這個東西 這個題目的話呢 都是 最好是用理解的 OK 再來的話呢 美妙聲音 這邊的話 他要我們在這一張 加入一個什麼 加入一個 動作按鈕 那這邊動作按鈕在哪裡呢 在插入裡面的圖案 圖案裡面的話會有個叫 這邊都是所謂的動作按鈕 動作按鈕在這個群組裡面有沒有 他要我們加一個什麼 聲音 所以你找到一個喇叭 把它隨便先在任意框一個大小 因為等一下 還會再調整 那這裡面的話呢 他要我們做什麼呢 就是 播放聲音鼓掌 預設就鼓掌 所以按下滑鼠的時候鼓掌 這個在 他在這個第3點 第4小點裡面 直接按確定就可以 按右鍵之後大小級位置設定一下 他這個大小部分的話題目要求是1.98高跟 1.98 寬的話呢 他要求是 2.58 所以2.58 先把寬跟高設定好再來位置 那位置他要在 在水 將對於左上角的是 水平5.75 垂直是13.5 這上面都有 所以請各位看一下題本 OK 就大小級位置 12 那最後的話 加上替代文字 替代文字在這裡 打一個聲音兩個字就可以 所以這邊的話我們打聲音 兩個字打上去 OK 好 這樣的話就完成了第3題 第4題的話他要我們做什麼呢 在第4張投影片這邊 他要做什麼呢 按一下這個 可以做什麼跳至第1頁 並播放鼓掌 所以這個地方按他那怎麼有 按的效果特別注意喔 按一下他能夠有效果記得在插入裡面有個叫動作的 一個 功能 那直接先選再看一遍 動作的地方 跳到哪裡呢 第1頁所以這邊第1張投影片 然後呢有什麼聲音呢 有這個鼓掌的聲音 所以這邊的話找到鼓掌 鼓掌大概在 應該是比較後面的 我印象中是 在這裡OK 大概比較下方往上一點點 OK就 當什麼呢 當 按下按鈕的時候 當滑鼠按下去的時候有沒有 跳到第1張 並且有鼓掌的效果 按確定就可以 好所以是插入 動作 就可以有這個效果出來了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第5跟第6 再來就是第5 第5的話 就是說 也是在第4張投影片 裡面插入有什麼 終點 並且設定那個什麼呢 大小位置替代文字 那並且可以按下滑鼠 可以結束 這個我想 主要是從 這個上方的 插入一樣的圖案裡面 找到也是動作按鈕 裡面有一個是結束 應該是終點這邊 然後一樣在旁邊拖拉一個大小 再來的話 我們直接做 這一題的 它要我們做的 第4點 可以 按下滑鼠 沒有聲音 直接怎麼呢 可以結束 所以按下滑鼠之後的話呢 我們直接做什麼呢 結束放映 沒有聲音 跟剛剛很類似 其實就是動作按鈕 按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 接下來按右鍵 大小及位置 這個跟剛剛一樣 還有那個什麼呢 替代文字也跟剛剛一樣 所以這個部分請各位自行完成 所以第5題就完工 第6題也非常簡單 第6題呢 主要是從哪裡呢 從投影片放映裡面的那個 設定投影片放映 只要把這個 點擊就可以了 這個 有 觀眾自行瀏覽 這個選項 然後 記得是投影片放映 投影片 設定投影片放映 選這個 按確定 第6題就完成 那就可以另存新檔 平分 OK 基本上 最後 沒有錯 做完之後 20分 沒有問題 OK 這裡的話請各位 試試看 主要會比較有問題的應該是那個按下按鈕 無者飛進來 那個部分會比較容易做錯 其他的話應該大同小異 就是放大小位置 替代文字 那個部分都都比較是跟前面的類似 是嗎